黄胜一穿200块的衣服在街头卖18亿杯的柠檬水,路人反映意外。 明星是公众人物,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都能对普通的网友起到指导作用,最新一期的《妈妈是超人》,翻外片中,黄胜一带着安迪要去街头参加异脉活动,并会把仇到的资金用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,看起来十分暖心。 这次节目中的黄胜一打扮很时尚,似乎是为了参加异脉而特意穿了一件白色的针织衫,这件衣服的造型很独特,领子那里有长条装饰,上面还印着很多字母,一般它的衣服都是限量版,但这件衣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品牌,价值仅200块左右,看来也是为了低调。 一大早黄胜一便在家中准备今天要义卖的东西,不是玩具也不是衣服,而是食物和饮料。 黄胜一做了柠檬水和奶油草莓,但她觉得应该再做一个主食,可以让购买的人可以吃饱,她便征求安迪的意见,安迪却对妈妈做东西有些抗拒,一脸的不情愿,最后黄胜一还是自己下了决定,那就是做蛋挞。 听到蛋挞后安迪更不开心了,反而缠着黄胜一不让她做,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黄胜一做了满满一盒蛋挞,母子二人在伴最终出发了。 到了意卖场地可以发现正在下雨,节目组为黄胜一安排了一个遮宇棚,黄胜一则把蛋挞,柠檬水和草莓整理, 柠檜的排在桌子上,看着很干净又有时雨,再加上稀稀利利的小雨,反而成为了意卖现场的焦点。 卖东西自然是需要制定价格,黄胜一便征求安迪的意见。 要知道安迪不过刚上小学的年纪,不知道具体物价是多少便告知黄胜一但踏十块钱一个,柠檬水十八块一杯,棉花糖二十一个,这个价格令网友扎舌,按照正常价格但踏二块左右就能买到一个,而柠檬水最多五块,足足比外面贵了四五倍。 虽然黄胜一穿200块的衣服在街头卖18块一杯的柠檬水成了极大的反差,但路人反映很意外,不仅没有抗拒他们的价格,反而很多人争着抢着来买黄胜一和安迪卖的东西,甚至有个人一口气买了三杯柠檬水。 换个角度思考,既然是做慈善按照正常价卖也难以筹到多少钱,而路人也是借此机会接触到明星,顺带做慈善献爱心,可以说十分温暖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